三重屈民之国中管乐团成立多年 虽然大部分的学生都才学习管乐一两年的时间 但是却多次在各项比赛当中有不错的表现 今年暑假大家牺牲假期来集训 期盼能够在今年试赛获奖 为让学生在繁重的课业压力之外 能有一个正当的书法管道 学校成立了管乐团 虽然团员大多才学习一两年 但是历届比赛表现都不错 管乐团大概成立将近二十年 然后有非常多的孩子也在这边 因为乐团然后学习 不仅是在音乐上面领域的这个有成就 也在各个的合作学习品格方面 都有很好的这样的学习机会 那因为很不容易 因为这群孩子都是国中才开始来接触的 甚至也有才刚进入加入这个乐团 才两个月一个月 但是他们就是咬紧牙关 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的练 我们就是这样子的苦练 然后希望这次十一月的比赛 也能够在新北市上面 有一个非常棒的舞台 不少团员今年暑假过后就要升九年级 面对越来越沉重的升学压力 团员们还是不愿意放弃练习的机会 因为他们都体会到了音乐的美好 对 就是刚开始看到 然后就觉得他很特别很想学 虽然成国三课业很重 但是因为这是兴趣所以还是努力的练习 不只希望学生可以感受到音乐的美好 知道老师也常鼓励孩子多多参加比赛 除了能展现学习成果 也可以增加上台的自信 都是很好的体验 记者坊间海灵锦鱼三重采访报导